OK 来看看今天要吃什么 嗯 这个饭了 然后再加一个汤 然后再加一点点香肠 香肠呢就吃一个就好 我们买的是这个牌子苹果加鸡肉的 鸡肉香肠通常都比较健康吧 比猪肉或者是牛肉的卡路里要小很多 脂肪也少很多 我就弄一根就行了 因为今天还有别的东西吃 直接拿剪刀吧 剪一剪 反正我就是这么懒 直接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热一下就OK了 上次我买的沙拉 大家都说看上去很方便很好吃 所以这次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叫Asian Cashew 它就是用应该是叫小白菜 不是原白菜 还有一些其他的香菜啊胡萝卜什么的 但主要原料是原白菜 里面沙拉酱也是调的有一点点类似 中国口味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芝麻油啊 这些东西在里面 而且我也不觉得大概弄这么多 它的沙拉酱已经备好了 但是它的量给的特别多 一般我们都不会吃那么多 大概四分之一的量就好了 它里面有香油啊有芝麻油 所以就很香很有中国特色 然后就很简单 就这样拌一拌就好了 非常简单 我觉得我的沙拉酱多弄有点多了 其实都用不了那么多 然后香糖也弄好 其实它本来就是熟的 就把它热一热就OK了 然后再把我们的沙拉放进去 最后呢它还有准备酱的东西 里面有芝麻啊有腰果啊 还有一些酷糖就是 有一点点脆脆的texture就很好 所以弄一点上去 这些东西也是 也不能说不健康吧 但是就是卡路里会比较高 但是呢就会让你平淡了齐的沙拉 觉得有一点嚼劲 有一点脆脆的口感就很好 给大家看一下卖相不太好啊 但是很好吃 亚洲风味的圆白菜鸡肉 肠腰果沙拉 接下来呢我要弄一点汤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买的 就是chicken tortilla soup 是一种墨西哥风味的鸡肉汤 这两个都是鸡肉 这个汤非常健康 卡路里很低 大概一半的量只有80卡路里吧好像 反正很健康 而且还挺顶饿的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吃 一般就是喝一半的量 这个呢也是在微波炉里面热一下 就OK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吃播的节目 但是呢我也没东西可吃 所以今天就做了一点也不能说做饭吧 而且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就是我平常吃的东西 大家可能觉得看了非常没有食欲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照惯例我们先吃两口啊 这个是沙拉 我们一直都蛮喜欢吃这个沙拉的 它的味道还挺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 然后这个香肠也很好吃 这个香肠呢因为是鸡肉汤所以它味道还蛮淡的 但是比较咸还蛮好吃的就是一定要就着别的东西吃 这个汤呢也是鸡肉的 但是它是那种墨西哥风味的汤 稍微有点辣辣的 一般如果吃老外的话它可能就是面包吃 但是我们家现在也没有面包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够了 我是尽量不要吃那么多主食吧 虽然我平时米饭也吃了不少 今天的视频呢就是做一期大家期待已久的 大家对我的猜想 我是在不久之前在社交媒体上问大家 大家对我的猜想 就是你们私底下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呢我是想要那种比较劲爆的内容 比较让我会感到有一点点不舒服的 就是我平时在视频里面可能不会表现出来的 然后我搜集了一圈问题呢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善良了 几乎没有什么人问特别过分的问题 很多人对我的猜想都是夸我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呀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人等等这些 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就不包括这一类的问题了 凡是夸我的或者是 我觉得大家在平时视频里面都能感受到的 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因为对你们说的都对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些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或者是大家可能平时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又不太敢说的 虽然没有特别出格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蛮有趣的问题吧 这里没有顺序啊我就看到哪个说哪个 第一个就是非常劲爆的一个问题 这位小伙伴问我觉得你飞过叶子 然后他还在扣鼓里面说我要推名单见了吗 等等等等不需要 但他说了这个问题以后我没太明白飞叶子是什么呀 然后他就解释一下是 OK 这个我可以回答大家没有问题 因为大麻这个东西在美国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我们加州也已经合法了 所以跟抽烟没什么两样 这个我们不提评论啊 我身边也有抽大麻的人 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他们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 如果在你的地区不合法呢 就千万不要做 我对大麻呢一直我自己本身是蛮排斥的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 交了一帮算是坏孩子的朋友吧 就天天混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大家一起party啊什么的 但是我不喝酒 我也不抽大麻 但是他们抽 而且抽的很多 因为有的孩子已经自己出来住房子了 我们就天天泡在他们租的公寓里面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抽 我就在旁边看着 然后他们就问我你要不要抽 我说我不抽 然后他们就说OK没问题 也没有给我压力 也没有说你不抽就是不酷 我们就不要跟你一起玩了 完全没有 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人pressure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不管是像这一类的抽烟喝酒啊 或者是发生性关系啊 任何你觉得不舒服的 你不想做的事 有任何人给你压力说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 如果你不跟我们一样 那我们就不跟你一起玩了 或者是你就不酷 任何一种peer pressure都不要屈服 如果他们真的pressure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那他们不是真朋友 所以我必须要说那一帮孩子 虽然他们在外人眼里可能是坏孩子 但是其实他们也没真的干什么坏事了 其实他们本质都不坏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是有判断力的 所以我才跟他们在一起玩 也没有任何人pressure我说你一定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整个高中甚至大学 后来成人很久了都没有抽过大麻 但是其中有一个差距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不是天天跟那帮孩子混在一起吗 大麻有个问题就是味很大 所以呢我在回到家里以后 我的身上包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然后我爸妈呢就怀疑我抽 当然我也不能怪他们怀疑 确实是很可疑嘛 因为身上一股那个味儿 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没有 然后我爸妈呢就不相信我 就执意说我肯定抽了 然后就骂我 就误会我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但是后面已经过了若干年了 我听到我的家人跟我说 说他们当年提到这件事 他们其实是相信我没有抽的 当时我听的眼泪都快飘出来了 我就觉得哇特别感动 因为我当时真的可以理直气壮说我没有抽 我没有撒谎 所以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父母 真的相信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所以如果大家为人父母呢 千万不要轻易的误会你的孩子 一定要相信他 如果你把他交好了 他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 但是我后面是有尝试过 那已经是过了很久 已经成年很 其实就是不久之前吧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点点好奇 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抽那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好的 就很好奇你知道 完全是出于好奇 而且呢我是跟我非常相信 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很安全的地方 第一次真的是完全失败 就是他们给我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不是像那个烟卷一样一样抽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我就在这里不详细叙述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过神 但是呢就完全没感觉 就完全失败 我就等了很久都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他们就说 哎你这个是不是抵抗力太高了呀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我说反正我是没感觉 好他们说第二次那就不要弄那么复杂了 就直接给你卷个烟卷了 然后就给我卷个烟卷 然后有上一次的经历呢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抵抗力很强 然后我就使劲抽 使劲吸 然后可能就是用力过猛了 一下就得上头了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反正突然一下就觉得上头 那个跟喝酒的感觉还不是很像 喝酒呢如果你是头晕的你是觉得你的头晕 但是大麻给你一个感觉呢 就是你是好的 但是你周围的房间在转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喝完酒以后 你觉得就是你的头 你是晕的 但是大麻的感觉就是别的地方是晕的 然后呢我就觉得自己四肢也不受自己控制了 就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太难受了 就是一点也没有他们觉得很happy的感觉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用力过猛了 所以有点太过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晕大麻这一回事 但是呢我就觉得头也不能说疼 但是就是觉得不对劲 就很难受的感觉 我形容不出来 就觉得天选地转的 整个房间都在转的感觉 然后呢我说我不行我要去睡一觉 然后我就去睡了一觉 然后就好了 但是在我还没有睡着之前 就是那个晕的那个感觉 让我觉得非常难受 我说以后再也不去尝试了 我说我已经尝试过了 我知道是什么感觉 而且感觉很难受 可能我这个人呢是特别 需要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控制在手里的那种人 就是我特别讨厌自己身体不受支配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很难受的 我一点都没有放松 可也可能是我太紧张了 我就不想放松 你知道我本身脑子里面的那个意志力 就让我不要放松 因为我很讨厌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天生就不适合毒品 还有其他的那些更算是真正毒品的那种 更是碰都没有碰过 我也建议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碰那些东西 真的不好 而且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happy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碰那些东西 我现在连喝酒都很少 我给大家讲过我喝酒断片的故事吗 真的太糗了 那个故事一个比一个糗 所以我就很讨厌那种感觉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自己身陷到那个环境当中 真的劝大家都不要去碰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他说我觉得你被同性追求过 没有真的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不够吸引人吗 但真的没有 起码我自己不知道 我感觉姐姐这辈子不会选择生宝宝跟姐夫还有宠物 就这么潇潇洒洒过下去 有可能吧 反正这个东西也没法说 也许明天我就改变心意了 我猜你拍过很多非主流大头贴 我猜你曾经熬过最深的夜 蹦过最猛的滴 非主流大头贴是什么东西 我还真没拍过 因为我回国的时候 已经过了非主流的那个年龄了 所以我本身是比较排斥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有熬过最深的夜 蹦过最猛的滴吧 应该是有 我猜你父母都很开明 不逼你要宝宝 错了 我父母尤其是我妈 哇 那时候逼我结婚生孩子 简直都要就是要死要活的那种 就已经说出来那种 等我以后死了你就后悔了 就是那种话 你知道吗 就让人觉得特别难受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看开了 觉得可能没什么希望了 所以最近是不逼我的 我觉得姐姐对老公很会撒娇 我觉得可能是有吧 但是我老公也会对我撒娇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 到底谁对谁撒娇 我感觉你是个恋爱高手 嗯 不能说是恋爱高手吧 但是我感觉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我喜欢的男生 一般都能搞到什么 我才姐姐谈过六七个男票 加上姐夫 姐夫也谈了好几个 我正经的男朋友 嗯 应该算是吧 差不多六七个 不正经的那些就 不说了 然后姐夫 你姐夫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 我是她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这个我有验证过的 但是 没有谈过女朋友 不代表她是处男 OK 这个大家不要搞混了 我感觉你父母是做生意 发家致富的富豪 然后把你接到美国了 从此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错 我父母是后来有做生意 然后 也还算OK吧 就是自己自足风一足食的那种 就是不需要太担心钱的那种 但是 我早期我们过得也很辛苦的 但是因为我妈特别会精打细算 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吃过苦 但是绝对不是有钱的那种 这个我可能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给大家专门出一个 讲故事的视频吧 就是我来美国以后的一些经历 那时候我妈有在餐馆里面做 waitress 然后我爸是在餐馆里面洗盘子 我也有在酒店里面做过 打扫卫生的清洁工 都有 很多人觉得我是富二代啊 或者是我很土豪啊 我虽然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苦 但是呢 也绝对不是那种 剩下来做非常优越的人 我们现在拥有的都是 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赚来的 我猜你小时候和男孩子打过架 嗯嗯 我是一个特别怕 跟别人起冲突的人 到现在都是 如果我看到 路上谁吵架打架啊 我都会很害怕 或者是 有人跟我吵架 甚至有的时候 在网上吵架 我都会很害怕 就是那种心跳加速 浑事冒冷汗的那种 我特别怕跟人起冲突 我小时候是那种 特别容易被男孩子欺负的人 感觉你老公非常依赖你 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互相依赖吧 我觉得你化妆的时候 会放点音乐或者视频 猜你洗澡的时候会唱歌 洗澡的时候唱歌 只是非常偶尔 不是经常 嗯 化妆的时候放视频 是一定会的 我觉得姐姐你挺喜欢我 完全正确 我觉得你大学的时候很popular 亚洲面孔很受老外欢迎 嗯 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都属于那种invisible 就是隐形人 没有什么人认识 朋友也很少 因为我本来就很内向嘛 不敢主动跟人聊天什么 总之不算是很popular 对 现在到油管上看一看吧 我觉得你人太好 有被人家借钱不还过 嗯 有 对 但是不多 嗯 我再吃两口吧 你又该说我 嗯 那个时候要打一个电话 第一是你要先设好一个时间 哪一天的 早上还是晚上几点几分 要打电话到哪个号码 而且那个时候 没有其他的通信方式 没有网络啊什么的 完全靠寄信 寄信来回就一两个月 所以呢 要打一次电话非常难 而且那个时候嗯 我们家里面很少有人有电话 即使有电话也打不了长途 所以我们要打长途的话 要不然就是去电信局 但是因为时差的问题 有的时候电信局晚上还关门什么 反正就是很困难 要不然就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亲戚 在我们省里面的外贸工作 然后呢就用他们办公室里的电话 是可以打国际长途的 就是很麻烦 或者是我们只能找一个电话 然后坐在那边等 然后我爸妈给我打过来 但是那个也要提前沟通好了 因为当时我们家并没有电话 所以就很麻烦 大家能想象吗 所以在我印象中 我只给他们打过两次 最多三次电话 在这五年当中 见面就更不要说了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些呢 并没有埋怨他们的意思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我希望大家不要留言 说我的家人怎么怎么样 当时他们也是为了 给我今后一个更好的生活 所以呢才做了他们当时做的选择 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要出国啊移民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也不要给我留言说 那干嘛不回来 在中国不好吗 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在那个年代生活过 你就懂得当时人们的心理了 Anyway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总之如果你有任何 对我的家人不敬的留言 我立马会删掉你 OK 所以我在可能成长过程中 最重要的几年的时间 跟他们等于是一点接触都没有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会生疏 即使是他们在国内的时候 我小时候就是被我姥姥带大的 我父母呢就经常出差啊 他们有自己的事业啊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很少 再加上他们后面出国 所以我们本身就不属于那种 天天黏在一起的关系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有一些孩子跟父母 我知道是天天打电话 如果一天不打电话 心里就难受 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妹过来找我玩 然后呢晚上就听见她给她妈妈 就是我小姨打电话 然后呢就在那边 妈妈我想你了 我想给你睡 她已经二十都是上大学的孩子了 ok 然后听到我就一阵鸡皮疙瘩 你知道 我就想看一下我跟我妈 绝对说不出那种话 就是不是那种关系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对方 或者是我们的关系就不亲近 但是我们不属于那种 每天打电话呀 经常见面的那种关系 有一些比较重复的问题 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你很有钱 no 我们也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 没有特别有钱 感觉你特别花心 嗯 这个不对 我觉得我还是蛮一心一的 我是一个one man woman 就是只要我认定了 我就不会招山慕斯的 我猜你其实没有你表面 或者在视频里表现的那么豁达 或者说看得开 嗯 也对也不对 我在视频里面说的 都是我的心里话 但是呢我也有说过 确实有的时候你收到不好的评语 即使是很客观的 自己心里肯定也会难受的 但是我还是会用心体会 然后如果真的人家说的有道理的话 即使很难接受 即使很难承认自己错了 我也会虚心接受 我猜你脾气肯定不是特别好 这个怎么说呢 我是那种会一直忍的人 就是我平时不会特别发火 但是你把我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的话 我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遭受过校园暴力 班上有几个男生特别喜欢欺负我 天天就拿东西打我 拿凳子打我 抓我头 就是小时候小孩爱搞的那种恶作剧 校园暴力什么的 然后我有一天呢 我就突然就忍无可忍了 爆发出来 然后就拿起一个凳子 就抡在那个男生身上 把都给惊呆了你知道吗 因为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特别弱小特别内向也不敢说话 然后他们打我我也立声不吭的那种 但是呢反正时不时的会有这样的情形吧 我感觉琳达姐应该有一两个给蜜 对有过去有 现在目前生活当中不算是有 但是有过 我猜琳达从来没有暗恋过别人 一直是直来直去的 感觉琳达的男生朋友应该多过女生朋友 因为性格很直仿吧 我的男生朋友不多其实 就是以前的同学啊什么的 我觉得不应该算朋友吧 真正能算是朋友了还是女生比较多 我现在都想不到 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性朋友 都想不到是谁 所以几乎没有 从来没有暗恋过别人 我应该算是有暗恋过吧 但是不算是暗恋 就是自己心里喜欢 然后就尽力去争取呗 刚才说了 基本上我想要的男人都能搞到手 我觉得琳达从小学习就很好 No 我从小就是属于中等吧 不能说是最差的那种 也不是最好的 有一段时间是中等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中等 可能稍微偏上 那么一点点 绝对不是学习特别好的 我学习好 是从到了美国以后 一直成绩都非常优越 看看B站上的啊 我感觉你和你老公的钱各自管理 我感觉你们花钱是AA 并不一定是每次算多少钱 就是比如这次吃饭他花了下次你付这样 我感觉琳达一定很聪明 因为脑盆大 父母都是博士 嗯 那我我妈是我爸不是 我爸学习很好 就属于那种坏孩子那种 我爸是警校毕业的 你知道 所以他们两个学历差距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妈属于那种book smart 就是她学习很好 但是情商很低 就是特别一板一眼 她是学数学的嘛 就是一板一眼 然后做事情都是按规矩的 一点都不圆滑 我爸属于那种street smart 我爸的脑子真的很聪明 就是那种生意头脑啊 还有就是情商啊各方面 然后学东西学的非常快 不是学书本 就是她的动手能力非常强 就是类似于那种的聪明 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跟着我爸的那种 不是像我妈的聪明 我跟我老公的钱呢 确实是各自管理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公共账户 所有的我们共同的花销 比方说换房贷啊 比方说假的雪垫煤啊 还有出去吃饭什么的 都从公共账户里面出 但是我们家的大钱都是我管理的 因为我老公存不住钱 有点钱他就想立刻把它花掉 所以呢 基本上钱都是赚在我手里的 这位同学他列举了好几个 就挑一两个说吧 他说我感觉姐姐很在乎很在乎姐夫 也在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经营自己的婚姻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很在乎对方吧 他也有很努力 然后他说我猜姐姐应该喜欢很酷的音乐 比如摇滚金属旁克 我老公很喜欢 他是比较喜欢听音乐的人 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听音乐的人 我平常也不怎么听音乐 我就是听书 因为我觉得音乐 浪费时间 我不是吐槽别人 就是说我自己 我还是觉得 听一些有故事性的东西 但我比较能听得进去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就是这样 这位网友他的留言很长 我就播在这里给大家 大概的意思就是很独立啊 然后到一个全境环境 适应能力很强 也要靠自己独立消化什么的 在青少年时期承受了很大的成长压力 这个是基本正确的 因为确实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 那个时候确实也有孤独的时候 就逼着自己 必须要赶快长大吧 必须要独立 而且我又是独生子女 所以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说实在话 有的时候 而且看到别的小朋友 有父母在身边 自己会觉得有点失落 但是就是自己调整吧 然后我确实适应能力蛮强的 把我放在哪里 我都可以很好的生活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identity crisis 我不知道大家熟悉这个词 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属于哪里的 好像在哪里都没有根了 就是那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所以呢就是需要自己调整吧 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心大的人 就是我不会把很多事情都看的特别重 就虽然自己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或者是成长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扰 但是我不会太让它影响我 就是自己消化掉就好了 然后生活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在我的人生里面 没有什么天要塌下来的事情 就是天塌下来还有山顶着呢 还有比我高的人顶着呢 所以就把每天生活的尽量开心一点吧 然后他说养育孩子的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确实是因为这个 然后他说觉得姐姐在职场一定是走路带风的白骨精 嗯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了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吧 我猜你保险受益的人不是你老公 错 我们两个保险受益的人都是对方 我感觉姐姐上学的时候谈过很多个男朋友 嗯没有 我上学的时候高中时候有一个初恋男友 然后上了大学就是我前夫 我谈的那些男朋友都是在他们之后 我后面谈的男朋友都是在他们之后 这位网友也是给我说了好多个 我也是从里面挑一两个吧 他说我感觉姐姐你从小到大被很多人夸过聪明 但小时候也挨过不少父母的骂 对挨骂是经常有的 聪明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我之前好像也有跟大家提过 我小时候个子非常高 基本上比我同年自己的小朋友个子要高出一头 所以属于鹤立鸡群的那种 大家如果能想象那个画面呢 就是一群小朋友都很机灵 然后呢就剩我一个 就是个傻大哥 我以前的小时候我们家人给我起的小名就叫傻大哥 然后就好像一个傻子一样就好像留了两集 然后被安排到这个班 而且我属于那种手眼极其不协调 就小脑还是大小脑不太发达吧 就是属于那种反应很慢的 做事说话也是慢吞吞的 所以呢就给人一种感觉就很迟钝你知道吗 就好像有点弱智的那种 再加上我又是个傻大哥 然后站在人家一堆小朋友里面 就感觉到我好像是个智障一样 所以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被夸过聪明 这一个呢是让我唯一感觉有一点点 嗯有点扎心的感觉 而且也有不止一个朋友提过这样的问题 说我感觉你一直说自己性格好什么都无所谓 而事实上你的脾气并不好 这个让我觉得是唯一一个有点不舒服有点扎心的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但是其实呢我确实有的时候会情绪比较激动 因为白羊做门就是性格特别直的那种 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工作上 我记得以前是有跟同事起过冲突 嗯就是那种不能说脾气暴躁啊 就是很直然后就一下子那个火就上来了你知道 就是那种但是呢并不能说脾气不好吧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脾气挺好的 可能脾气最不好就是体现在工作上 也不能说经常吧 但是偶尔会跟同事起冲突 然后会比较情绪激动的那种 呃我一直说自己性格好什么都无所谓 我确实是这样我真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无所谓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不是那么大个事 就是我不会特别计较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会计较 比方说你你不要把它藏加在我身上 我是很不喜欢被人占便宜的那种 就比方说如果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或者是我请朋友吃饭什么的 我从来都是很大方的 只要我愿意我花多少钱都可以 我不会care说啊你上次请我吃了10块钱的饭 我这次要请你吃100块钱的 我不会那样介意 我觉得只要是我愿意的 我说了我会请你吃饭 或者说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 我就是送给你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不要故意的占我便宜 比方说你明明是借了我的钱 但是呢你后面又不还 即使是两块钱我都要跟他要回来 呃当然我刚才也说了确实是有借钱不还的 但是因为那个人现在国内我也没办法跟他要 但是我也会一直记得的 就是你不要故意占我的便宜 如果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东西是借给你的 那你一定要还回来 你不要悄悄咪咪的就自己咪了那不行 我是比较在意就是每一件事的公平性 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不公平 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我都要居里地争 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是我愿意的 那我不管自己出多少亏我都是愿意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但是大部分的事情比方说上哪吃饭啊什么的 我很无所谓就都怎么都行 有人说我感觉你对很多事情就是三分钟热度 嗯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是我坚持下来 比方说做视频 我感觉姐姐你朋友不多 我觉得你有点孤僻 嗯有那么一点点吧 我的朋友确实是 这个很多人都有说 就觉得我朋友不多 我觉得还好吧 真的能谈得上交心的朋友确实不多 因为我就是不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社交的人 这位教伙伴说 我记得一个月交三次作业 一个月才三次嘛 太少了吧 一个礼拜三次差不多 就位网友说 我觉得姐姐喜欢年假男 我老公算不算年假男 要不要小两岁 我觉得算是吧 谁会喜欢老男人啊 但是 其实我过去交往的男生 或者是男人里面 也有比我大很多的 也有比我小很多的 就是都有 我觉得你一定很懒 绝对正确 完全百分之百正确 我猜你们家有个被衣服吃掉的椅子 还好吧 我觉得 就是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猜你们性生活不和谐 嗯 也有人猜我们性生活很和谐的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说 这个要看问谁了 要是问你们姐夫的话 他肯定会说 频率不够高 这位网友说 什么都算说的一大点孤僻 没朋友啊 而我感觉 Linda的外国朋友 比中国朋友多 对 我在这儿的中国朋友 应该只有Aria一个 其他的 就只能说认识而已 不能说是朋友 我确实是外国朋友比较多 感觉你们姐夫很有钱 错 我们真的没钱 还有一个网友 我现在找不到她的评论了 但是我记得她问我 她说 我觉得Linda是一个抖M 我太过时了 我都不知道抖M是什么 结果呢 我问了她以后 人家才给我解释了 就是SNM里面的那个M 就是受虐的那一个吧 当然这个答案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连抖M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肯定不是 以上就是一些网友对我的猜想 不知道大家觉得 有没有对我有更深的了解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多多的帮我点赞 转发一键三连 如果希望继续收到类似内容呢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还可以关注我其他的社交媒体 都是SNM的外 在其他平台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